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所以今天给小乐鱼洗个澡 给他换上漂亮的裙子 对吧 摆胖 捞死一点 乖乖的先刷肚皮好不好 乖乖的把肚皮刷掉 小鳄鱼洗肚皮 这个角度你们看见洗肚皮 他现在真的是太重了 在刷刷生意的地方 就不给你们打麻草磕了 再刷刷尾巴 好 自己把它回来 哎呀 我好吗 刷刷头 哎呀 赔过一下好不好 咱洗完澡给你穿好看的下装好不好 安慰一下 然后把它放进水里面 咚咚咚咚咚咚咚 出来继续刷 脚要给它刷干净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 给小鳄鱼刷牙 来 面对镜头 来 面对镜头 我们看镜头 好吧 给观众看一看刷牙 哎 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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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哎 你想干嘛 刷完了就放你走好不好 咱今天不饮夜 就简单的给你洗澡 好吧 快 点头 点头yes 摇头no yes 没有no 好 好 把这边的牙也刷一刷 你别老是想着跑呀 乖 乖 好不好 别老想着逃跑 逃跑又没有肉池对吧 老是想着逃跑没有意义的 这边 呀 你要干嘛呀 好好好 冲冲冲冲冲冲冲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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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intelligent 带他去穿新衣服 走咯 洗完澡 让我们给小泰迪 穿上漂亮的衣服吧 好 小泰迪的衣服穿好了 有没有很可爱 各位好好展示一下 现在是春天了 不应该穿这么厚的衣服 应该换上漂亮的小裙子 接下来就是小鳄鱼换装时间 这才是龙女仆春天该有的样子 对吧 哈哈 你们看小鳄鱼穿上了久违的女仆装 这才是一个姑娘 夏天应该穿的 对吧 不过最近天气也不是很热 建议小伙伴们不要悄悄的 偷偷的穿自己的姐姐 或者妹妹的裙子来穿 哈哈 一定要等天气热了 才可以穿好看的小裙子哦 今天小泰迪先给你们试一下 春天应该穿的小裙子 这样小伙伴们才能在春天 找到适合自己的小裙子 对吧 让我们小泰迪正面给大家瞧一瞧 好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在欢声笑语中结束 今天的小泰迪换装视频吧 各位小伙伴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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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